细菌是微小的生物,既不是植物,也不是动物。 有些细菌,比如酸奶里的细菌是好细菌,而有一些则可以治人死命。 和世界卫生组织一样,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也发现,某些细菌不再对抗生素做出反应了。 疾控中心的劳利·希克斯博士说, 我们观察到,仅在美国,每年就有超过200万起对抗生素产生抗尿性的感染病例, 其中23万起病例最终造成死亡。 疾病控制中心希望传达的一个讯息是, 我们希望医生们了解,抗尿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 另外一个讯息是, 我们希望患者了解,如果是病毒感染,抗生素并不起作用。 抗药性问题已经改变了巴伊丁摩·约翰·霍普金斯医学院等医疗设施的行医方式。 那里的医生在使用抗生素时更加谨慎了, 他们还经常重新审议治疗方案, 看看患者使用的抗生素及其剂量是否恰当。 约翰·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流行病专家特里什·珀尔博士说, 你一下子体会到50年或者7、80年前行医大概是什么样子了, 那时还没有抗生素。 在附近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, 医生们已经改变了在加护病房照顾患者的方式。 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MOSA是一种对抗生素有抵抗力的葡萄球菌感染。 这种病菌尤其容易在加护病房扩散,可以致人死命。 安东尼·哈里斯博士研究了加护病房的医护人员戴手套、穿长袍, 是否能够减少感染的病例。 在所有接触患者过程中都戴手套、穿长袍, 使MOSA感染率有了显度下降,减少了大约40%。 普尔医生说,必须投入更多的研究资金, 以便让医疗界的负责人员了解这些有机物的传播方式。 必须开发新的药物,取代那些已经失效的药物, 患者也必须受到教育。 抗药性问题的出现通常是因为人们错过服药或者吃一天停一天, 或者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服完整的疗程。 这对结合病等疾病来说,问题尤其严重。 必须迅速找到解决办法,因为世卫组织警告说, 对抗生素的抗药性问题已经变得尤其的严重, 它有可能毁掉现代医学所取得的成就。 美务之音记者皮尔逊,华盛顿报道。